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尾冠军赛就在8月25号产生了最后的总冠军了 那我们先要恭喜贺喜 来自于中国赛区的1DG队 击败了欧洲赛区第三的TH队 拿下了总冠军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没错 而且我觉得今年的冠军赛是特别精彩 一路从小组赛打到这次的冠军赛 其实你打到最后都不知道谁会赢得这次的首尾冠军赛 是 那我们讲到这次的首尾冠军赛 从一开始有44支 队伍一路的厮杀 一路从像前哨战啊 像是大师赛啊 国际联赛呢 一直到了这个月的连续淘汰赛啊 其实呢这一次呢 由1DG队上TH的战况非常的激烈 不到最后一刻 不知道最后讲落谁家 没错 除了冠军总决赛当天 也有实况直播可以看到 在韩国首尾的现场气氛非常的激烈 而且康康呢他一开场的时候还这样一直挥动双手 然后现场是欢声雷动哦 基本非常的好哦 对 这些选手呢 真的就像是超级明信一样受到欢迎啦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不论是比赛 或者是一些选手 其实他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个人特质 大家可以考考考看看 看看会不会哪一个选手全粉哦 是 那在讲到冠军赛之前呢 我们特级暂停式节目呢 秉持着每一场比赛都要讲到的 我们最专业的精神 要让大家呢来回顾了 前一阶段的四强赛的对战内容 没错 前两集有说到 就这一次的比赛非常的精彩哦 所以每一轮的比赛都不能错过 而且我们这次的节目已经录到第三集 前两集错过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看看 更了解这一次比赛的队伍哦 是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四强赛 四强赛的胜部组 首先看到呢 四强赛的胜部组的赛事呢 是由中国赛区排名第一的EDG 对上了美洲赛区的龙头 LEV 强碰翔的世纪大对决 在当时呢 很多人认为呢 他们会是总冠军赛的对战组合 所以呢 相当受到关注 第一张图 吉地韩港 两边呢 似乎有往来不相上 下一路激战到了延长赛 最后呢 是由LEV 以16比14的比分呢 帅先拿下 来到的第二张地图 连滑鼓层 LEV可以说是全队一些 希望一鼓作气打败EDG 进入到总决赛 但万万没有想到 EDG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 以大比分 13比4把LEV给碾压过去 双方赞成了1比1平手 而来到了决战的第三张地图 深呼幽静 双方互有攻势呢 打的是你来我往互相浪 在接近呢 后段的局数 LEV呢 先是以10比7小幅领先 EDG 正当观众以为呢 LEV即将稳稳收下胜利的时候 EDG又再次新了过来 机器直追 拉出了一波6比1啊 6比1的攻势 最后是以13比11 击败了美洲龙头LEV 顺利收下了总冠军赛的门票 更将可见的对手 LEV打入到了败者组 接着看到四强赛败部组的第一轮 由欧洲排名第三的TH战队 和美洲赛区排名第四的 Sentanos战队一较高下 输了就止步四强淘汰主局 第一张地图 由一落近地开始 Sentanos从开局就保持了2到3分的差距 领先TH 最后是以13比8的分数 收下了第一张地图的胜利 而第二张图呢 吉地涵港 开局之后呢 Sent拉出了一波6比2的攻势 正当现场的Sent的粉丝欢呼着 即将要稳稳收下胜利的时候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 TH机器直追 挥进了一波10比3的攻势 最后TH是以13比9收下了胜利 跟Sentanos战成了平手 最后来到了决胜图 第三张的深枯幽静 也就是这一次的星图 两队背水一战 开局由TH率先打出了4比0的攻势 尽管Sentanos一路苦苦追赶 你看TH仍保持着3到5分的差距优势 最后是以13比7收下胜利 TH成功前往下一轮的比赛迈进 是 但我们要恭喜呢TH对啦 不过呢 正当超人气 很多粉丝的SEN队也蛮可惜的 没错 而且这一次的SEN 其实它跟之前一样都是一个 流量非常高的队伍 而且在这一届在小组赛的时候 更是有龙头杀手的称呼 在小组赛淘汰掉了太平洋赛区第一的眷居 八强赛又淘汰掉了欧洲第一的Fanatic 很可惜最后止步于四强没有办法冲击这一次的总冠军 是 不过呢 来看四强赛的败部组的决赛 虽然说这个输掉的队伍也可以拿到第三名 第三名也是由25万美金的奖金 相当于800万台币 不过我相信到了这个阶段 每一队都希望能够举起冠军奖杯的荣耀 所以胜者进到冠军战 败者是淘汰出局 这就是这么的无情 Win or Go Home的比赛 没错 而且到了败部组 原本是以三战两胜的赛制 进阶成了五战三胜 所以其实蛮考验每一支队伍的续航力 或者是战术鼠辈 或者他的地图深浅扛压力 其实都会在这次的波5展现出来 来看到的是前一天打出非常好的表现 努力让自己不要被淘汰的TH面对到 刚被打入败者组 也是这次冠军呼声最高的LEV战队 两队曾经在8强10对战过 当时是以LEV2比0 击败掉了TH 如今双方又在败者组的时候碰头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双方都是背水一战 拿出200%的实力上阵 第一张交手的地图是极地韩港 开局之后双方是你来我往 赞成了4比4平手 接着TH打出了一波9比3的攻势 最后是以13比7收下第一张地图的胜利 第二张地图来到了日落之城 双方依然互有往来 TH曾以10比6小幅领先过 LEV也努力追分一度返超 双队熬制到了延长赛 最后是由TH以15比13收下了第二局的胜利 第三张图深呼幽静 LEV战队终于扳回了一城 以13比9拿下 但这也是LEV战队在败者组决赛当中唯一的一胜 而且有一点那种气力放进的感觉啊 没错 而且来到了第四张地图半场打完 TH就以11比1的超大分叉 而攻手互换之后 LEV依然无法挽回颓势 最后是由TH以13比3的大比分赢下了LEV 而且到了这里四强就告一段落了 很可惜原本呼声最高的美洲龙头LEV战队 最终是只拿到了第三名 也却内由EDG以及TH两支战队 来争夺这次首尔冠军赛的冠军奖杯 好了第三名其实真的也非常不容易了 你看一开始是44支队伍欸 来自于这个全世界各地 而且第三名呢 刚刚甲冰也说了 25万美金的奖金 相当于800万台币 其实也是相当丰富啦 可是我觉得这些队伍一定都是 冲着那个冠军奖杯来的 一定的 我们看到四强赛就已经是弄得精彩了 那至于呢 总冠军战一定也是呢 哇热闹滚滚 那K-MOMO又带来哪些呢 观战指南跟分析呢 没错 其实前面我都很想介绍 每一队的队伍选手啊 各别有哪些 那这一次呢 因为队伍叫傻 刚好只是冠牙两队而已 所以我特别挑了EDG以及TH的战队选手 以及一些选手数据 跟选手的个人风格啊 来做一个战队指南哦 是 我们特期战情室节目呢 特别请到了K-MOMO 是在我们这个领域的第一把交椅 特战英豪的 不管你是不是目前呢 很厉害的玩家 或者是刚刚入门的玩家呢 都能够不仅是看热闹 而且慢慢可以看进到门道里面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EDG的战队指南 那这一次的比赛呢 EDG是CN赛区的第一名 那这次的首尾冠军赛战绩是5胜1败 那他擅长的地图 其实这边我只列了三张 不过这一次的比赛呢 我觉得他们的地图完整度 都是相当不错的哦 那历史最奥战绩呢 从上一次去年的 Champion 2023 打到6强 之后呢 接下来来到了2024 就直接拿到冠军了 那这一次的EDG观战指南 我只能说 无话可说 这支队伍全方位都太强了 是哇这个K-MOMO讲得好 冠军什么都强 那不过他们的成员有哪些呢 没错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EDG5位的选手哦 那简单来讲 EDG5位的组成呢 是由Nobody担任指挥官 Choco Simon ZNJJKK 我们都叫康康 以及Smokey 这5名选手组成的队伍 而且他们今年有一些 不小的转换啊 是 那我们首先呢 来看一下这个 Nobody的介绍 Nobody呢 他所擅长的特务呢 是先锋的苏法 以及盖克 那这次呢 在四强赛 他的一个数据 平均战力有 169.3 那爆头率又是30% 相当不错 没错 那这一次呢 介绍Nobody 他们是在今年所转变的 就以Nobody当英格Leader 然后再来打 这个新的战术内容 而且一开始反而 我觉得大家都会担心说 他因为刚上任 所以他会有一些操作或者是枪法 比较不稳定的地方 但从一开始达到现在 其实他也慢慢的稳定下来了 是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的是 秋秋 他所擅长的特务呢 是首位的色服 还有控场者也很厉害哦 欧盟 那上面的那个数字呢 他用色服是有35%的时间 操控色服 他的平均战力有高达了 225.7 爆头率又24% 没错 其实秋秋这名选手呢 他是首位担当啦 但如果他们出比较不一样的内容 他也会去拿到控场者的角色 那秋秋也是我觉得在EDG里面相当稳定的选手 就他们 他在这一次的数据 其实都是名列前茅的 是 然后他在这一次啊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 他的残局打得非常非常好 哇 就是什么1打2啊 或者1打3的画面 他都可以有办法拿下来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EDG能获胜 有很大段的关系都是因为他哦 是 秋秋就是一个吻字绝啦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的是 FIMON FIMON这位选手呢 他所擅用的特务呢 是先锋 MOMO 顺化人判棋 还有呢 这个KO 那这边呢 就要特别要问一下 KMOMO 他的KD值不到1耶 就是0.65而已 没错 其实我觉得0.65在 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啊 算是相当低的 但我觉得大家不要忘记 因为他的角色定位是属于先锋的 那先锋其实他多数都会是在 安排道具 闪光 或者是一些侦察类型的道具 那我觉得EDG里面 其实他们原本的组成就是 5个个人力非常好的 然后换掉了一个补镜的SIMON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到他们的整体公式 是多了更多的配合 而且画面也是相当好看哦 是 所以呢 对于SIMON来讲 就是成功不必在我 没错 他助攻多就好了 接下来要介绍可厉害啦 是康康 康康这位选手呢 哇他所善用的特务真的就是非常厉害 决斗者 迷宏拥有57%的时间 另外还有解体 他的平均战力高达了241.3分 然后抱头率也有18% 说到康康这名选手 就他是EDG里面的代表人物啦 因为他也是EDG里面呼声最高的名选手 那这一次的比赛呢 我只能说 原本我们世界第一公认的决斗者 可能是Arzpass 诶 诶 这次打完之后 看起来好像要换人了 结果他的突破能力 在这次的表现真的太好了 而且他的平均稳定度 也是高于其他队伍的决斗者的 嗯 稳定度啊 那康康根本就是EDG的扛把子啊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Smokey Smokey这位选手呢 他是控场者欧盟 是用了41%的时间 另外呢还有 额 柯乐福 哇 平均降率高达了235.3 其实爆头率也蛮高的 25% KD值也有1.21 没错 说到Smokey这名选手 他应该会是EDG里面 呃 状态稳定度 跟球球差不多的 嗯 因为其实他除了状态稳定之外呢 他的爆发力也非常的够 其实如果这次有看比赛 很多的画面都是他 可能人数率也是3打5 然后他突然就蹦蹦 变成3打3 是 所以我觉得这名选手 大家也可以关注到 就是他的 整体爆发跟他的瞄准 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是 那接下来呢就是 K-MOMO要介绍他心头最爱的 TH对啦 没错 接下来来看到 TH的战队指南 这一支也是我自己在 今年吧 算是他们崛起之后 蛮喜欢的一支队伍 那这一次呢他们在 欧洲联赛的排名是第三 那这次首尔冠军赛呢 是六胜一败 那擅长的地图是 Heaven Sunset 以及Icebox 那历史最高排名 也是优势在今年 因为他们是去年改组 没有进到大赛 然后今年改组之后 进到了上海大赛赛 拿到了亚军 所以我觉得这支队伍呢 他就是比较年轻 然后需要吸收经验来准备 可能明年啊 或者是之后的比赛 是 那他们有哪些成员呢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 这一次TH的成员组成 那他们的决斗者是 Mini Boo 然后先锋Ruens 以及Ingan Leader Boo Benji Fish 以及Woods 好的我们首先要来介绍的是 这个真的好大一支的Boo 没错 身形非常的巨大 那他是控场者 会用欧盟以及亚兴卓 不过他的KP值也有1.12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一名选手 应该会是我 今年吧 就是排行Ingan Leader第一的成员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队伍 他们在Ingan Leader的位置上面 他其实他没有办法兼顾 去主Call 就是Call战术跟他的枪法把握度 那不如是目前我觉得看出来是 他的枪法把握度跟他的 Call战术的那个时间 今天是可以拿捏得非常好的 所以他这次的比赛其实战绩非常好 而且他也拿下了非常非常多的残局 是这Boo就是大哥是对的 他就是大哥队伍的大哥 那他的亲弟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 Mini Boo 两个是真的亲兄弟吗 身材差那么多 大哥的营养比较好有没有 我只能说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我也看了一下感觉不太像 Mini Boo呢他所擅长的是决斗者 霓虹以及瑞兹 他的平均战力呢在四强赛有222.9 爆头力高达了31% 没错 其实我觉得Mini Boo他是一个 因为他在上一届的时候 其实他还是在读书的阶段 那这一届呢 他回来TH打的时候 其实可以明显的发现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点不太习惯的 但随着战情再继续往后推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他成长的速度蛮快的 是 所以我相信在这次的比赛打完之后 他的上限应该会提高蛮多的 哇他是属于呢 这个以战代序 就是借着比赛不断的成长的一位选手 好接下来介绍的呢 则是TH战队的RANCE 那这位选手呢 他所擅长的特务呢 是先锋的苏法以及盖克 特别是用苏法 占了56%的时间 那平均战力有227.4% 特别爆头率高达了37% 枪法超准的啦 对 而且我们知道的是 这个游戏还是先锋 他必须得一直长时间在丢技能 所以其实像英格尼克 他没有办法在抠战术跟枪法把握度 这两个地方去做一个平衡 先锋其实也是 他没有办法 就是我要丢技能 我又要开枪 所以他的节奏会搞得很乱 但RANCE其实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名选手 因为他在这两者之间他拿捏得很好 所以可以看到是他爆头率很高 KT也很高 就是他是一个 我们用自己的话来讲 他就是一个杀人先锋 是 诶诶诶诶 讲到这一点 真的要请教这个K-MOMO 伯伯都是先锋 有没有 那个Simon KT一直只有0.65 他也是先锋 KT一直却那么高 我觉得队伍的风格不一样 因为他们EDG里面有四个顶尖的 就是枪法爆度非常高的选手 所以他可以在后面丢资源 然后让他的大哥们去前面撒比就好了 好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贴起战队的Benji Fish 好 这位选手呢 擅长的特务呢 是首位的瑟福 那另外还有凯昼 那这位选手啊 算是首位哦 但是呢 他的爆头率高达38% KT只有超过1 1.03 没错 Benji Fish呢 他就是TH里面 我觉得最稳定的后盾 就不管在任何时候的表现 他都是相当好的 就包含 队伍在 非常沉闷的时候啊 他的个人特色 就 他很会把 队伍气氛吵起来 他有点像是队伍里面的开心果 哦 所以我觉得他不只是在游戏里面 发挥的稳定 他在游戏外呢 也可以提振自己队伍的士气 对 讲到重点呢 真的有时候 可能密封的时候 对不对 提振士气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介绍的是 TH里面的 这位选手他擅长的是先锋盖克 另外他也会用控场欧盟 他的平均战力呢 在四强赛有183.9 爆头率很高 39% 嗯 他也是今年刚满18岁上场的时候 因为他在之前是没有满18岁 所以他是一直放在他的后補 Tage里面的后補系里面 那今年上场的时候 其实 欢呼声很高 因为他就是一个天然少年 然后瞄准相当的出色 所以他在这次的比赛呢 其实他也是有转位置 他从决斗者转到了先锋位置 但他的发挥也是非常不错 而且我觉得上限非常非常高的 如果能让他累积经验的话 其实他会跟迷迷不一样 就是会慢慢的一直变强 一直变强的那种感觉 是 哇 那介绍完了 征贯的两支队伍之后 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 这一次首尔冠军赛 最后的总冠军 真霸战这两支队伍 他们的表现到底是如何啦 没错 首先来看一下 双方对战的第一张地图 遗落境地 也是胜部组冠军 EDG所选的自选地图哦 好 那这第一张地图呢 开取算是EDG 先拿下了两分 但紧接着TH打出了一波 9比0 我的天啊 9比0的超强攻势 半场打完了TH 反倒是以9比3大幅领先的EDG 那这一次我也准备了一些 地图上的影片 可以来介绍给各位啦 好那这边呢看到的是TH是 红方啊是进攻方啊 11比4领先EDG 没错 这一张是有EDG所选的自选图 但其实你会看到比分 嗯为什么是TH 对呀 因为我觉得在大赛的时候 因为这两这两队队伍的 我觉得像性满像的 他们都知道自己不想打的图 跟对方是一样的 所以打到这张图的时候 我觉得多说少少会去做一些研究 所以这张TH其实是大比分拿下的这张自卷度 那刚刚那个画面呢 我挑出来是因为 刚好的EDG这一次转变的很大 你会看到的是他在 输出的时候包含球球 或者他其他队员在输出的时候 其实后面的技能是丢的很快的 在刚刚的画面也有看到 所以可以看到的是球球 他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输出环境 可以跟对手去对枪哦 是 K-MOMO谈到的就是 其实研究对手 对球也会研究呢 对不对 所以这边已经到最后高手对决的时候 已经无关到自选图了 因为两边都非常的擅长 对两边的教练组也都非常的强 就是在研究对手这一块 其实我们队长后面也会看到 那我还有接着 有选到第二张的影片 要来给各位看看 这边是TH进攻方 12比6领先了防守方的EDG 没错看到这一把呢 其实也要提到 因为这是TH的highlight 所以我就想说 他在这一次的比赛 从小赌赛一直打到肌肉赛的时候 转变的幅度非常非常大 在这一个位置被包围的时候 其实MiniBOO马上开大招 然后利用霓虹的机动性 配合上自己都有烈的之怒 就大招 然后去配合夹杀康康的位置 收完之后 再来点内处理EDG的胜与成员 拿下这一回合 是哇 这个MiniBOO刚刚一打三欸 哇表现非常亮眼 对 他在之前跟现在 其实你看他的动作会差的非常非常多 结果他在早期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成分在 但打到最后呢 其实他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是 接着来到的是第二张地图 由TH所自选的日落之城 那这张地图可以说是前一张图的复制贴上 只是战况颠倒了过来 因为前面也分析也说到就是 TH这张自选的日落之城 也是EDG所最擅长的地图 那这边有挑到TH的影片 要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呢看到的是EDG是红方 是9比1大幅领先的防球方的TH 那这边可以看到的是EDG他在这一次的表现 就刚刚有提到 就他们在这一次的技能组合是相当不错的 可以看到是他们刚刚在进攻的时候 发现到对手两名成员在右手边A大的位置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右脚的大招烈之怒 就苏法大招以及他自己队友霓虹的进场 然后去直接把右边的人处理掉 而且是打着TH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 是哇这个双方在A点的攻防 真的是相当的激烈啦 对其实他这一次的对局 TH有很多的部分都是来不及接招的 就是他发现到冷的时候 或者发现到对方打的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去做应对了 是 下半场呢TH的表现还是没有起色 虽然呢 攻守互换追了三分回来 但最后还是由EDG以13比4 压倒性呢拿下第二张图的胜利 双方呢冠军赛赞成了1比1平手 第三张是由EDG所选的莲花古城 那这张图呢不像前两张比分悬殊 上半场双方是你来我往互相浪 半场结束两队是6比6平手 进入到了下半场 我们这边也有挑选两支战队影片 要来跟各位介绍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目前呢 TH担任进攻方红方5比4领先的防守方的EDG 没错这边可以看到的是其实在第一次第一集的节目 有讲到其实TH在这张地图的A点 在有凯作大招的时候会打一个非常明显的战术 是 但我只能说EDG功课做得非常非常组 他在对手要出招的时候已经开招出来了 就有一点打到TH蒙掉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怎么知道我会这样做 是 所以这一把呢就EDG已经破解了对方招数 在TH要转B的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EDG的防守成员已经整体来到了B点的位置做夾几了 是这点很重要由前面两队对战过的经验学到了教训 这次我把它更改回来 刚刚看到的影片呢双方是5比4嘛 变成了5比5之后又是如何呢 来看一下 现在呢双方就5比5平手一样是贴血是红方进攻方 没错看到这一把呢这一个 所以 看到这一个介绍影片我是想跟大家说 其实赢比赛不一定要用枪方 所以这个游戏技能也很重要 跳到这个片段可以看到是TH其实它在点内已经放完包了 那Benji Fish其实已经在后面丢出了一个非常远的Light Up 可以看到画面它直接从一个很远的地方 然后一颗火直接丢过来 然后让EDG的成员没办法拆包 拖到非常大量的时间之后Benji Fish也靠着枪法 然后去把最后的残局给收掉 哇丢的好准啊 这个控球能力相当不错啊 没错因为这个游戏其实它的技能也是非常重要 而且它有非常多的Light Up 也就是弹点可以去做瞄准 所以它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就丢一个 很像捣蛋的东西下来 然后就直接掉到包顶上面去扫 是 下半场攻球互换之后同样打的是难分难舍 比数来到了9比9之后战况有了变化 EDG呢趁身追击打出了一波4比0的攻势 最后是以13比9由EDG率先拿下了第二分 取得了2比1的领先 接着来到的是第四张TH所选的捷径之地 那TH呢这张地图就是背水一战啦 没错第四张地图我也挑了两支片段要来跟各位介绍 好这边呢则是看到TH是防守方啊 那现在是2比2双方平手 没错可以看到是这把TH呢 它在自己的没前局就是我们所说的ECO局 然后做了一个防守前推的模式 防守前推的战术抓到了对手的关键角色 Simon 然后接着呢是利用自己的大招呢 我们在点内防守配合上盖克的技能 然后用扫兴火炮把EDG的庶民成员给红掉 然后也是顺利的拿下了这把没前局的胜利哦 是欸这张图对于EDG来讲 其实他们已经听牌了对不对 Champion Point的冠军点 Simon点已经浮现了 但是TH能够守住 守住对方的Simon点 是什么样的关键呢 再来看下一段影片 哇你看这个是12比10 TH是进攻方 看12比10领先 没错EDG其实康康之名选手 他其实是狙击出名的一名玩家 那在最后12比10的关键回合 他也是掏出了自己的成名武器间谍 然后在B大的位置成功狙杀两名之后 配合上队伍的假杀 利用手雷跟火 直接把再装包的布给击杀掉 然后再配合自己队友三打一 成功的拿下了这一局 让战局拖到12比11 哇真的是两队冠军赛打得太激烈 太精彩了 哇打好打满要这个进入到 最终决战的第五张地图了 没错 背水一战的决战局 来到了这一次的星途深枯幽禁 就来看一下这决战的第五张地图的战况啊 可以看到这个场间呢 来到了TH面的到EDG的2比5 那挑选这段片段的原因是因为 就这一个游戏呢 不只是你把人杀完才会赢 你只要能够拖到对方没有办法装包也可以赢 所以这把TH看到画面三打五 利用了EDG时间不够的这个特性来去做回击 利用了非常大量的技能把点内烧得飘飘的 所以EDG没有办法装包而掉了这一回合哦 对这就是特战有趣好玩的地方 对不对你不一定要把对方杀光 你让他无法达成任务你也可以赢下来 没错所以这把呢就可以知道那个技能的重要性啊 就是你只要丢准 让对方没有办法做到一些事情 你就可以拿下回合数哦 是 两队在上半场打完都打出了神级的发挥 然而EDG呢还是会有小福的领先优势 半场打完呢他们是以8比4战时领先TH 这个是冠军战的决战的第五张地图了 跟大家报告一下冠军是100万美金相当于3200万台币 亚军呢是40万美金相当于1280万台币 那个最高荣耀是冠军啦 那以奖金来说呢也相差了1920万台币 其实差了非常多耶 我那时候看了一下因为我对数字没这么敏感 算完之后才发现哎呦哇怎么差了这么多 对差了快2000万台币耶 而且这次决战的第五张地图了 那下半场呢攻守互换呢 EDG呢继续严密的防守 8比1分呢推进到了11比4哎 差一局就可以率先听牌了 那但是呢TH顽强抵抗 机器直追一分一分一分的拿了下来 打出了一波5比0的攻势 20局打完 EDG呢被TH追到了2分差距 比数是11比9 这时候 黑猫猫你看的心脏应该也都快跳出来了吧 我只能说到这里我还觉得TH可能会把那个分数给定回来 但我只能说康康打出了一个直接压垮的TH最后一根稻草的操作 我刚好我就跳了这个片段要来分享给大家哦 可以看到9比11就是刚刚那个比数 其实如果这一回合TH赢下来 其实是有可能把分数追平的 但可以看到康康这个时候跳的出来 配上自己对手的闪光 然后直接前推把对手的4名成员给拿下来哦 可是康康呢 打出了个漂亮的四杀 拿下了EDG关键的听牌比分啊 康康一打四 也交袭了TH的反攻气势 最后 EDG是以13比9 赢得了2024特战樱桃 首额冠军赛的中冠军 可以看到这个highlight的画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对方姐弟飞起来的时候 后面有补一颗闪光 是Simon用生命去丢的 就他被队友射的时候 他还是把那颗闪给抛出去了 所以让他的主要输出部队 能够把这一回合给拿下来的重大关键 其实也要注意到最后面的Simon哦 是 哇我们这个特级战情室呢 回顾了这个冠军赛的精彩影片之后 觉得呢真的 拿到世界冠军之后 总冠军的EDG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 非常不容易 那不过呢 这边真的要问我们的赛评呢 K Momo的心情呢 毕竟呢你是从我们特级战情室的第一集 16强的时候你就预测 不管是你用理性的感性的 你心头最爱的TH 可以拿下最后的总冠军你的预测 不过他没打到冠军赛了 其实虽然是TH我们说吃锅贴啦 虽败犹容啦 看一下你的心情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 我在这一次被这次队伍全粉 所以我目前很喜欢他 然后再来是因为TH在这次的表现上面 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还蛮不错的 因为他是一支新兴的战队 然后那个打到这里 然后EDG其实也打得非常非常好 因为他在这一次从小组赛不被人看好 因为大家都排了可能他是第三小组第四不会晋级 但打到最后呢也是拿下了这次总冠军 其实他们打出来的内容是无可挑剔的 那说到EDG 其实整队的灵魂人物康康 也是在这一次的比赛相当关键的一名角色 而且最后的Final MVP也是颁给他 官方呢把这个总冠军赛的MVP 就是颁给了康康 来 这位选手呢 他在总冠军赛总决赛的数据 平均战力高达309.4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而且我记得他这一次的波舞对决 在之前的纪录上面是有破纪录的 就他现在是排行第一名 就是打完波舞的战力指数是最高的 是 那这当然呢 除了总冠军队伍的奖金 我们说100万美金之外呢 这个官方般的MVP 他有另外一个奖品 我看了一下是一个品牌送的定制手链 然后它是定制特战硬好的标志在上面 然后看它的材质 22K金混合各式珠宝 哇 这个东西 我感觉我可以留一辈子了 真的 给我摸摸一下都好 是不是 哇 这个大家梦幻艺品 有没有 它走在路上秀出来有没有 我是这个总冠军赛MVP 手链秀出来 大家要膜拜了 我今天有看到他们的那个回程画面 是 我看到康康是这样走路 哎哟 大家好 大家好 然后这个手链在这里 然后归像亮出来 秀出来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康康啊 这一次的总冠军赛的精彩影片 他在这边他是用决斗者霓虹 没错可以看到我觉得他这一次的突破能力是非常非常够的啦 而且EDG其实也为了这一次比赛准备很多让康康他之前是解体的一个角色玩家啦 那这一次其实他也为了队伍去转变 然后做了一个霓虹的选择 那这一次的比赛其实康康大部分都会选择这只角色 就是有一些地图他其实会跟对方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他们也为了康康 可能是也刚好有Simon这一个叛棋专件的选手 让他可以打出一个非常舒服的进点突破 是 那其实像这个职棒一样啊 最后的总冠军在有一个MVP之外呢 他会在交手的两队另外再选出所谓的优秀选手 那以EDG来讲除了康康之外 K-MOMO觉得哪一位选手会让你选他为优秀选手 嗯 这边就要看一下就是 我觉得呢 如果要挑 其实他们五位都是MVP 如果我自己要挑的话 我一定会颁给球球这名选手 因为球球这名选手呢 他的特务Cyver以及欧盟 就瑟福跟欧盟的角色啦 那ACS223爆度率高达39% KD来到了1.23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球球的精彩影片 哇 他看起来这个很稚嫩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他长得很可爱 很可爱哦 他用的是欧盟 没错 那在这次的比赛呢 我觉得球球他的发挥跟Smoke一样 就是刚好这两个人都很想跟他说来提一下 那球球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基本上他在这一次的大赛里面 完全没有确场的模式 而且可以看到很好笑 他杀了五个 因为这时候康康已经倒了 所以他杀了五个之后康康 因为在比赛他没有办法干扰队友 是是是 所以他想叫出来又没办法叫 所以他只能用动作去 就是展现这个球球到底有多浮夸 对啊 而且他想说 你是控场者 你怎么这么会杀人啊 对不对 而且球球他这一次拿下的残局非常多 因为我们知道就特战好他是13分拿下来 所以你每一把残局对于一个队伍来讲都是相当重要的 而且球球其实他这一次不只是稳定的输出 他也是这一次我认为的残局大师啊 是 那另外呢 这个冠军赛落败的 就是亚军的TH队 我们有选一个优秀选手 我们叫做感斗赏 然后那TH你会给谁 我这边就会搬给发挥最稳定的Benzifish 那Benzifish呢 他所使用的特务通常都是首位角色 就瑟博跟凯座 那SS200以及他的高爆头率39% 虽然KDA这边不到1 但我觉得就以这次的对决来讲 TH达到第五张图 他是发挥最稳定的 就我觉得比赛这种东西有时候会很吃 选手的心理状态 或者是他一些瞄准的状态 到最后的时候 到第五张图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到 TH的选手有点力不从心的 但他们最强的后盾Benzifish 其实他还是有跳出来把很多的残局拿下来 以及他的稳定发挥 其实还是有把比分摇得很近哦 是来看一下Benzifish的精彩影片 好开用他是守卫射服 没错这张地图是来到了决胜图 那Benzifish其实在这张地图的表现 也是相当稳定的 在对手三名成员进典的时候 他也是用了自己的枪法 拿下了对手的两名成员 到最后呢 他也知道对方的位置 有开一个神经骸客大招 然后确定到位置之后呢 去做一个拆爆的动作 而且他最近做一个细节 他是跳到那个杆子上 然后先躲掉了对手的引力黑洞 就是他可以阻止拆包 然后最后呢 再用自己的监制器 看到位置之后 再做一个爆头击杀哦 好的 随着2024 特战英豪首尔冠军赛 圆满的落幕 最后EBG拿下了总冠军 我们特战英豪特级战停式的节目呢 对我们三集呢 到这边也要告一个段落了 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哦 特战英豪这款游戏真的 充满了很多的变化 充满了很多的乐趣 也可以在你跟朋友之间 增进你们的感情 对哦 彼此切磋 所以呢 如果还没有玩过 特战英豪游戏的朋友们呢 真的是非常欢迎你 来这个小试一下伸手 那如果你已经是 这个特战痴 特战狂 特战粉的话呢 也请大家继续的支持 特战英豪呢 会不断的推出啊 许多的活动 还有全世界各式各样的赛事 都非常的吸引人 希望大家能一起来参与 好的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 会议这次呢 首尔冠军赛啊 我们官方呢 所推出来的非常精彩的 精华影片 让大家再一次的感受一下 比赛现场的非常热闹的气氛 好的 那这个特战英豪 现在节目呢 到这边也要告个段落了 非常谢谢赛评 K萝萌萌 谢谢陈哥 也非常感谢 观众朋友的收看 观众朋友的观众朋友的观众朋友 对 And the draw is called and plays being made うわ was all across the board And could we have it any other way He's overstaying his welcome Swings potentially Footsteps down Syburn penalty tonight LOTUS is there Heretics carving out chunks and pieces of the map rim being met here 越えly summit Firepower Shichu Can I spray them down in time Positions watched but lucky to draw there, Util out into the hands Spamming Brang, way down to the 1v1 Simon has got to do it all He's not just what he gets going After four years of hard work, of blood and sweat today I finally see that time for the tears that KungKong's been holding back He said he wouldn't cry until he'd won a championship He didn't just win today He sealed, signed and delivered the game for them at the end there on Abyss But the bitter taste of defeat in Shanghai swept away, cleansed from the pallet One sweet sip of success from that Champs Trophy Will make all the pain worthwhile for EDG